真的很怕官員 是因為這個議題沒有直接牽涉到他們的利益 或者是他們的危險度 像環境問題就直接牽涉到危險度 這個就會風起雲用 因為保育是一個更高層次的一個問題 就是一時足後的問題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我覺得這個剛剛講那個很難溝通這個 跟調全會很難溝通 這個跟放生的議題是 這個放生的議題我覺得是一樣的 就是他各有所堅持 還是堅持自己的利益 放生團體是堅持自己賺取功德的利益 所以他不願意放手 那其實您剛剛講的那個 這個動保團體早就不知道講多久了 可是我覺得我們那麼多錢在廣告 可是沒有看過任何廣告 是在講說這個害死很多生物 從來沒有看過這類的廣告 動保團體 他真的花不起 他真的花不起 可是每一年都會有類似這種 其實這還開過學術團隊 這個報導 我還有很多人 可是有沒有人要發動去跟那個 這個問題已經吵了不知道幾年 可是都是那個都是保育團體在講啊 可是媒體也有露出啊 媒體就是今年每月都有 而且像每一年都會有 比如說現在這幾年啊 每一年都會看到一些新聞 比如說放生團體要到哪個港口去放生了 就會有當地漁會的啊 或是什麼的人跑去說 勸導他們不要放生之類的 因為他們一放 他會破壞當他自己 當地的那個魚的生 魚群 魚類的生態啊 他們可能也會釣不到魚 或是怎樣的啊 他放錯魚 或是惹了一大堆死魚 是都會對環境有所污染的 所以這樣的新聞其實每一年都有 那個這樣子的訊息 只是看民眾要不要接受而已 那現在民眾喜歡的還是新三社的東西啊 他不會去管說 啊這個魚死掉了 不該我的事 這個港口距離我家太遠了 還有這其實 其實像那個 剛剛那個老師講的 他是一個商慰行為 如果是說 從那個商業利益去 去計算 不知道有沒有人這樣做 去把他那個公租 公租出來他的那個商業利益 然後去 放生商機兩億元 對啊 至少估計兩億元啊 有啊 而且現在已經有放生鳥的專賣店 放生魚的專賣店都有啊 變成一個產業 對啊 已經是一個產業了 很少一個產業了 對啊 走走就是了 其實這個訊息 一直都是有的 只是民眾的關切度不高耶 因為這不干我的事啊 其實 就是這樣啊 我今年 算很 就是 一個因緣機會去 中國科技大學 當兼任講師啊 那我那個課就是 警官生態與環境保護 那個課題 然後上個休閒系的小朋友 就是各位都 我知道各位在前面 在這邊都很努力啊 就譬如說像白海豚的事情啊 像什麼實話 中實話 大家我相信就是很努力 我那些小孩 沒有人知道 什麼叫白海豚 三十四個人修課 我問說 知道塑化劑的舉手 只有四個舉手 就是 其實社會上 絕大多數人 對這個事情是人類的 年輕的一大會更嚴重 他們只會關心 那個半斤一公尺半而已 然後一下課 就是那個iPad 要不然手機就開始玩 整個上課都會玩 所以 我覺得當然 我們還是希望盡力啊 這個講的都 也沒什麼用 我覺得回向我的課就是 我不講什麼高升學問啊 就是告訴你環境有很多這種問題 你每天吃的用的吸的 問題大家都會自己去想 那在這個議題上 我就回到後來這個議題 就是說 我們會來 當然是希望無非是說 想要當然 請教各位說 如果各位 就幫我們想想這樣的一個議題 因為它的確上面 是有些法律上的問題 大家解決 讓我們能夠有什麼 因為像現在有個問題 就是說 假設這個地方願意實驗 假設願意實驗 我們也真的找到囉 好 中央願意給錢 接下來很麻煩 誰執行這個規定 規定要寫很簡單 我都很會寫 好 現在就有一個人 他就不買票就開始給你調怎麼辦 或他就是 你說要放走 他都不給你放走 給你提上去怎麼辦 然後 誰來執法 誰來執法 警察又不會會支援你 如果你是個社會運動 警察都不會支援你 對 然後呢 那其實基本上來講 理論上 在理論上 是可以委託給當地人來執行 可是這個權力誰委託 然後委託完之後 民眾要 民眾是接受 然後地沒辦法的呢 還是你只是穿一個社工的制服 就是社區志工的制服 因為在國外他是 可能這就是一個志工 他可能這就是一個當地團體 保育團體 他就是穿一個背心 或是一個背章 他就只要證件拿出來 就有權執行 像 像美國的保育 當然美國的警察 就北國保育警察是更 更絕 因為我聽我的華小小講 他們保育警察還有偽裝 裝成釣客 還帶著釣竿 跑去跟你聊天 欸你今天釣怎麼樣啊 然後說欸那冰箱借我看一下 一打開完蛋了 你就違法馬上開單 馬上就證件拿出來 我就警察 所以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現在很大的就是 執行面道都會有一個道理 然後呢 法律 我自己在做社照的經驗是說 一旦你這個東西有規定 你執行 可是你執行不到的時候 那個反彈效果更大 那個社會反彈效果更大 所以這次才是我很擔心 其實我要去鼓動他們 為什麼 我覺得都機會蠻高的 問題我的擔心就是 我跟吳先生的擔心就是說 真的run的時候怎麼辦 因為平林 平林今年 2009年我在執行的那個 在做研究那個時候 已經出現一個問題了 他們警察派出所的主管換人 就對這個事情一樣的不理 以前那個超積極啊 打電話馬上你跟他抱在什麼幾公里 馬上殺來 馬上當場抓 當場就秘送 當場就是做筆錄 當場寄 然後我們就是證人嘛 就是有日記 他照片馬上拍 後來那個就是 來囉 我們還在那邊等 來了下去抓 還跟他說 你不要掉東西收收走 那就是擺你的放縱文法 所以這個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會在這裡 事實上我後來覺得 那個警察是獨子 他是獨子 因為依照法律 他是要執行 他要執行 至於說到底要辦或不辦 現在不是要來決定的 那如果說 現在是選了一個 那個 縫隙的那個 我還沒做 我還沒做 看 拍子 有時 我還沒做